再來這個沒什麼好講啦 就是3D嘛,3D視窗 然後這邊是貼圖視窗 再來這邊是我們的shelf shelf 裡面大概就是一大堆東西 但是因為它現在已經不是在下方 它現在在左邊喔 那你可以看得到大部分的asset 都在這裡喔 就是一些我們可以用得到的東西喔 比如說印章阿 或者是環境貼圖阿 或者是這個筆刷阿 反正就是在左邊 所以它其實介面改蠻多的喔 那再來呢是 texture set texture set list 跟這個layer 還有texture set setting 這邊 我看一下齁 texture set list display setting view mode 這個應該可以先關掉 我看齁 在這邊是 在這裡啦 layer texture set setting 但是呢現在就是說 如果你要看其他的模式要怎麼辦 因為你有其他的貼圖喔 你看 比如說我有base color 我有height 我有routness 有沒有 我有這個metallic 我有normal 還有normal height mesh ok 所以它就是有一大堆東西可以看 但通常我們要看都是這個最終結果啦 material ok嗎 好 好 再來是 那這個圖的話到底在哪裡喔 這圖到底在哪裡咧 圖的話 在這邊 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得到 它的圖 它產生的圖就在這邊 好 那先回來我們這邊繼續看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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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呢是在講它的那個 pause effect 它這個後製的那個效果是在哪裡呢 是在 呃 這個後製效果應該可能是在 我看齁 應該是display setting ok 在這裡喔 這個地方 所以我現在呢可以先拉下來 拉下來以後呢 這邊比如說我現在開shadow 哇 這邊的shift加滑鼠右鍵 這樣你可以看到它的那個shadow 可以改位置 而且它shadow色特太 太深了喔 所以shift加滑鼠右鍵 這樣子比較正常 ok 那再來是 我看啊 剛剛 shadow 這個lightweight 還有什麼勒 這邊是後製效果 後製效果的話 是在講說這個畫面上的色彩校正 這個其實 好像我也不用講吧 這邊就打勾 然後就會看得到色彩校正 有沒有 對嗎 就色彩校正而已啊 brightness 然後還有biose bi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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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 balance temperature 那我覺得這個就 你自己玩一玩就知道是什麼啦 sepia tongue tongue ratio ok 哇 被我搞得亂七八糟 慘了 回不去了 對 這時候你的聲音就很適合 那個 哈哈 就是 哎呀 糟糕 糟糕 哎呀 對啊 慘了 慘了 我是怎麼用的 可是 這邊還有景深耶 喔 reset restore default 還好還有一顆按鈕 可以救我 感謝感謝 然後這邊有景深效果 景深效果有出來嗎 我真的覺得沒有啊 然後這邊有一個是 exposure 這個 tong mapping 這個是曝光值 然後再高碼值 還有另外一個什麼 mapping factor 這個我就不知道是什麼了 這個我第一次看到 glare 的話 欸 glare 有嗎 我怎麼沒有看到glare在哪裡啊 glare 這個就是glare 有沒有 就是像光暈 對對對 對 就這種東西啊 對啊 還有shape 可以改 lens flare 光斑 所以它就是一個 後製的一個效果而已 對 然後再來像vinye vinye 就是大家都知道啦 就周邊是時光效果嘛 對不對 然後還有lens distortion 就是形變嘛 有沒有 故意做形變效果 還有什麼 因為這時候形變啦 我就覺得就直接跳過 看這邊是什麼 啟動 啟動 反鋸齒 喔 所以這個反鋸齒很厲害的意思嗎 好像有耶 欸 我怎麼看不出來 你有問題嗎 好啦 那這個的話 subsurface scattering 這個知道是什麼嗎 這知道是什麼嗎 好 它就是那個 像葡萄啊 蠟燭啊 它不是會半透光的那個效果嗎 所以它就是我們所謂的那個 subsurface scattering 現在不要 所以我這邊打一下 subs 可是因為我這個材質沒有啦 所以我現在看不到 subsurface scattering 所以你看到這個東西 就是記得是這種東西 圖片 有沒有 這個就是subsurface scattering 就是半透光效果 所以它就是做人啊 蠟燭啊 葡萄啊 肥皂啊 什麼東西的 就適合用這種東西 我現在啟動也沒有用 因為根本看不出來 Color Profile 其實現在啟動也沒有用 因為它 它就是那個 抓那個色彩的 profile 但我現在抓這個也不知道要幹嘛 所以這個就挑過吧 Town Mapping 這好像目前沒有什麼可以玩了 好像沒有什麼可以玩了 誒 誒 這新功能誒 誒 不錯誒 挺不錯的 但是我要幹嘛 誒也不錯啦 這個其實 看起來還不錯誒 做作品集的時候 可以讓人家看你的那個 模型的面數 那個面部線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這個還是可以用 Channel Display 沒有這個不好玩 這個呢 地板也不好玩 OK 好大家試一下吧 就是